有手有脚的韩国男子不去工作 反而产生了让女友出卖尊严去赚钱的念头 这样的渣男竟是今天故事主角 你敢信吗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妨一起来看看吧 在繁华的时候的街道上 一位大爷正有些匹配地在黄昏下 捂着自己伤口缓缓走着 度过了行人都投来好奇的眼神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上去询问 即便有想上去询问的男子 也被大爷身上的味道给全退 他艰难地走到了露宿者休息的聚集地 而在这之后 冷就没有人去过问他的生死 直到夜晚到来 一位中年模样的露宿者发现了大爷 他有些担心 发现大爷已经昏迷后 即便找到了韩国休息所 将大爷的情况告诉了对方 希望可以得到救助 可是休息所内根本没有房间了 唯一还有可能浪出房间的 却被几个流氓霸占 他着急地想找人求助 但却无过 最后无可奈何的他 只要去买了胶布 可是回来的时候就发现 大爷的脸部就像死掉一样 并且失去了呼吸 这个中年男子竟然因为一个陌生男的死亡 而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社会底层的生活就是如此糟糕 而糟糕的生活并不仅仅局限于露宿者 一位叫惠善的女孩 也是这个社会的底层人士 他跟男友基因合租的房子已经到期了 所以今后的惠善发现基因不见了 出门寻找时 这个房东警告 如果再不交钱 就要把他们给赶出去 而当惠善找到基因的时候 却发现这个渣单现在发布 低俗广告 想要自己女友惠善出卖尊严 来赚取生活费 被发现后 更是说出了一句惊人的话语 你不出卖自己 我们哪有钱生活 这个逻辑更是在说 你不出卖自己 我哪有钱养你啊 基因甚至打起了感情牌 以前的惠善确实做过这些勾当 但怒进已经重量了 在惠善最困难的时候 是基因伸出了援助之手 而且那次有苦难 惠善却不愿意帮 惠善实在不愿意再经历过往的遭遇 最后因为惠善没有同意 基因就当场和惠善宣布分手 而这些社会底层 却正被命运指引汇聚在了一起 从而上演一场 人心险恶的讨生故事 那个发现大爷死亡的中年男子 竟然在求助站里哭了起来 本来不想管这些游浪汉的工作人员 听到有人死了 也不知道是好奇 还是怕给自己招了麻烦 竟然站了起来决定去看看现场 可是等到了现场 却发现只有一滩血迹 大爷早就消失不见了 他们对中年男子更加厌恶 而中年男子也不知道 一个死人还有谁会去动 于是就在附近试图寻找一下 可是当他再一次看到大爷的身影后 那便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幕 因为大爷不知何时变成了丧尸 在发现中年男子后 就迅速扑了过来 男子的残叫声吸引了走在夜路 独自悲伤的卉扇 可所有基因的电话就打过来 将卉扇的注意拉了回来 在命运的安排下 一个自称是卉扇爸爸的 男男西奎找到了基因 他通过网上的低俗广告 冷出了卉扇 要求基因务必帮自己找到卉扇 可是两人回到出租屋的时候 却没有看到卉扇 反而发现隔壁的夫妻亦或是情侣在吵架 只是女的模样 好像有些奇怪 但很快 吸魁就发现了这个女的竟然在啃食着对方 女丧尸也注意到了吸魁想要攻击 结果 因为基因这个猪队友而开门 让丧尸进来 虽然吸魁用马桶盖打翻了丧尸 但恶人的活动范围也被缩小到了在浴室的范围 此时 在外面的大街上已经彻底乱套了 卉扇还是一人独自走在街上 突然听到前方有一群怒唆者的恐慌声 他们都在疯狂逃跑 在看到一大群丧尸冲过来时 卉扇也在反应过来跟着露宿者急忙逃离 但在这过程中 仍旧有一部分人被丧尸咬到 凡是被咬到的人类都会在极快的时间 被病毒感难从而变异 会使他们几个幸存者逃到警察局中 混蛋不知外面发生混乱的警察 还特别厌恶地对着露宿者他们发火 邪气他们 太臭了 可是很快 大量的丧尸就这些撞坏的玻璃门 一个警察速度训绩地带着几人躲到了拘留室 丧尸不懂的开门只能在外面干瞪眼 但是 那个开门的警察却已经被丧尸咬到过 病毒已经在他的体内开始发作 看着自己被露宿者用恐慌的眼神盯着 他突然感觉特别愤怒 可是很快 就被已经变成丧尸的同事给抓住 在这里变成丧尸时 一个流浪汉大叔突然冲过去夺走了手枪 然后在关键时刻开枪 射杀了丧尸警察 就在清存的人感到无奈和绝望的时候 门口却来了防暴警察 他们没有解决到这些丧尸 而是单纯地成为了丧尸的新目标 以据大叔和慧善可以在第一时间 找到机会流出拘留室 而门外也早有救护车在等待救援 大叔和慧善他们坐上之后 才暂时感觉心安 慧善也总算接到男友 哦不对 前男友的电话 虽然这个渣男做了很多离谱的事情 但其实慧善对他还是很有依赖感 而且在得知自己爸爸来找自己 他感动得想哭 于是和基因他们约好 在一员见面 现在基因和熙奎已经从厕所逃了出来 他们起初发现浴室有窗户 于是顺着水管从窗户爬到楼顶 两人决定合作 由熙奎去找到远处的小轿车 作为逃生工具 而基因则负责请开这些丧尸 等下议员会合 两人都经历了一番极度危险的冒险 而此时在救护车上的大叔 在听到医院已经爆仓后 突然要求司机马上停车 不要回去医院 因为他经验见到的变异的速度 有多么迅速 那根本不是目前的医疗科技能够解决的 大叔被逼无奈 只能跟司机想起了方向盘 最后车被弄翻了 大叔带着会扇来到地铁站 他认为现在最安全的地方 只能是被封闭的地铁轨道 两人抬起了挡住驱途的障碍 用矜持难的力气 才打开了一个可以钻过去的缝隙 接着他们就开始玩玩的前进 可是黑暗的环境和压抑的氛围 那两人都开始有些精神崩溃 最后大叔和会扇都哭了 他们都想家 不过大叔压根没有家可以回 但此时的他希望自己有个家 而地铁站也基本已经沦陷了 他们只能无奈地继续往前走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找到了依旧出口 但是当他们走到外面时 却还是逃不过丧尸追捕的情况 就像他们一直跑的时候 前方却有人在指引他们 最后他们来到一处 似乎是避难者营地的地方 这里的氛围简直压抑到了极致 因为会山发现他们虽然被救了 可是却进入到了一个死局 因为他们身后是可怕的丧尸 可前面却是无情的军方 军方用一辆车堵住了这些避难者的去路 想要爬上去试图逃走 人只会被军方用高压水枪射下来 这一幕被正好感到的熹葵 还有基因看在眼里 他们之前已经到了约定的医院 只是那里 罗洞大叔所预测的一样 早就已经沦陷了 费了好大劲才从医院逃出来的他们 此时也来到了这个堵截的现场 在发现会山就在车的背后时 熹葵尝试和军方沟通想救出会山 可却遭到了军方的拒绝 车的背后重置着无尽的绝望 他们营地的路口处已经有人被咬伤了 估计用不了多久 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咬伤 大叔不想放弃任何一个求生的机会 他相信国家不会伤害老百姓 所以尝试攀上车辆 但是还未等他们诉说什么 一颗冰冷的子弹就打中了他们 随后 随着弹更是投到了去基地这边 人群开始出现了骚动 一顾闹地往远方向跑去 结果 导致大部分人全部被感染成了丧尸 而会山和一个大哥都攀上了电线杆 大哥很快就到了二楼 但是会山已经没有什么力气 撑住自己的身体了 并且 他的脚还被丧尸挠了 大哥不忍心读一下会山 于是便又返回想帮助会山 结果是因为腿长 被丧尸给拖了下去 最终会山也成功地来到了二楼 没有人知道他的力气是哪里来的 或许是大哥活着 影响会山发挥吧 之后会山还没有安全 继续和丧尸斗吃斗用 继续和丧尸拟醉窝干 在一方折腾之后 他成功躲到一间房间 才有了喘息的机会 和拦友基因打电话 随后 基因通过会山提供了信息 找到了他 但是他仔细一看 旁边还有一个男子 是自己曾经在红灯区工作的老板 希葵根本不是他的父亲 因为会山还欠了希葵一笔钱 所以对方看着那则低俗广告 便一路追来 眼看是自己害了会山 基因这次应激起来 想要攻击希葵 结果却被希葵残难地直接杀死 基因争取出来的逃跑时间 没有让会山跑多远 他躲在一处地方试图打算偷袭 结果被希葵制服后 带到房间 打算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但是还没有开始 他就发现会山失去了呼吸 希葵突然失控了 让会山不要死 先还钱再说 可随后仔细一看 我的一个乖乖 会山脚上的病毒已经变异了 变成丧失的会山 一下子就咬死了希葵 这下 他再也不需要因为钱和烦恼 而当隔天那一堆大阳升起时 更大一场灾难 才刚刚上演 据说后面这场灾难 被世人称为腐山形 故事结束 其实今天的首尔战和腐山形 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所谓腐山形前传 只不过是宣传的一种形式罢了 但如果将两部丧失题材的故事 和镜头语言拿来做对比 我个人更喜欢首尔战 这里不去过多点评腐山形 来说说看今天这部韩国动画 开到携带病毒的老人 如果没有失变 只是单纯的受伤 那么从故事的角度来看 他可能得等到发臭 才有人举报过来处理尸体 全面到底谁是主角 其实都是 基因可以是 会善可以是 那些路人加以秉丁都可以是 开头讲到那个好心中年入宿者 他是开头20分钟左右 为老人忙前忙后 就在大家以为这个人是主角时 他死了 这个角色将整部动画的寓意高度 抬到了一个顶峰 让人清楚地明白 这不是简单的嗓尸片 他不会有那种奥特班打怪兽的痛快感 也不会有真词这样恐怖片的紧张感 中年入宿者是社会底层 是一个落者 在他思作碰壁的时候 他所求援的对象也基本都是落者 因为往往只有落者 才会持墙凌落 而强者他们或许只会自我隔离 因为被关在剧游室的时候 警察掏枪对的不是上师 而是身旁的活人 他受不了那些人 用异样的眼神看着自己 即便到了如此压抑的氛围 仍旧无法摆脱阶级带来的约约 而西奎也是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主角 但那身份揭开 大家才知道 哦 是反派 虽然就剧情 但很多人有些难以接受 不过我还是认为 这样的结局是最好不过的 团灭才是最真实的写照 与其说是灰山等人在不断逃跑 倒不如说是以灰山等人的视角 来让我们看一场 雷杀人能害人的故事 互相救援的人不一定会有好下场 虽然是想要提倡大家互帮互助 但在这个情况下 又有几个人理智 可以不被恐惧侵害 女主逃跑的时候 一直不关门 承认大家吐槽的情况 敢问各位 在那种情况 脑回路都来不及思考 别说关门呢 有时候你可能连开门都不会了 能跑就已经不错了 估计不少人 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 可能站都站不起来 其次是对于西葵 想要找到灰山拿钱 可命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这个大老初 竟然只想找到灰山拿钱 前面看起来 你会发现 除了阶级划分明显 还有一些角色的对话 我没有去说出来 救助站的工作人 是露宿着 十二九的工作岗位 却还是讨论着 心机不景气 仿大压力大 最有正义感的大叔 想要回家却没有家 西葵在最后找到灰山 是在一间豪华套房中找到的 他也好奇 自己什么时候才能住到 这种地方 丧尸虽然可怕 但我认为金钱 或许才是魔鬼 每一个人即便不思辨 似乎也跟丧尸一样 形式走漏 三点一线的日常工作 毫无畸形的生活方式 这完全就是一部 纯黑暗痴雨的动画 看完后 只会想将心中的不干涸 故事童话来发现内心的不满 我不认为这是一部神作 但评分 我觉得在七到八分之间 是很合理的 最后 我想说一句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人 都过得很迷茫 觉得自己 真的觉得丧尸 也不为过 但我认为这个世界 真的还充满诸多美好 如果由你一直丧下去 你只会自找麻烦 这种黑暗动画 虽然容易产生共鸣 可因为完全没有任何鸡汤 在我看来才是最好的鸡汤 里面有多少阶级底层的脸事 即使活得再累再苦 可是面对丧尸 没有人想死 即便不想死 那就好好活着 至于怎么改变 可以慢慢想 起码只要还活着 一切皆有可能 你可以在评论区 给自己加油打气 留下一句 我一定可以 我是少年 以为明年有可爱的九星年男孩 能为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转发 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